肖战和杨子搭档的电视剧《余生》,请多指教创下了36亿惊人的播放量。 出道7年后,肖战变成了顶尖男神,获得了耀眼的成绩。 近期有粉丝发现,在中国威榜人气质破90的剧里,肖战击败了赵丽颖、杨子、张若云等一线明星,变成唯一一个拿到三部剧的艺人。 由此可见,它的人气质多高?V榜单是国内娱乐圈内的简称。 实际上,它是根据上海专业娱乐数据监测公司Vintage综合数据计算的参照数据, 如电视剧开播期内的综合播放量、关注度、社交媒体探讨量和热搜量。 因为参照数据巨大,且有各种各样限制,指数值能突破90的影视剧非常少。 一部分电视剧收视率突出,受到高度肯定的热门作品,能借此看出演员的抗拒能力。 指数值突破90,又是主演。 仅有五位演员,拿到了两部电视剧,分别是赵丽颖的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有匪》、 张若云的《庆余年》、《雪中汗刀行》、杨子的《亲爱的热爱的余生》、请多指教。 雷佳音主演的《长安十二时辰人世间》、和肖战的《陈情令斗罗大陆余生》、请多指教。 肖战是其中唯一有三部作品上榜的。 肖战24岁参加选秀组团出道,25岁逐渐参与影视拍摄。 自打他出道至今,除开在《庆余年》中饰演配角外,他还主演了六部作品,其中三部被纳入名单。 在短短七年来,他就完成了从不起演的绿叶到顶流的逆袭。 曾有人看不上肖战,觉得他的运气超过他的实力,不会红多久。 例如,歌谈天后也说,肖战很有天赋,很有领悟力,很勤奋。 除此之外,当肖战还默默无闻时,《陈情令》是他得到的第一部主演剧。 他夸赞肖战有礼貌、努力、谦逊,轻点着肖战的敬业精神。 例如吊钢丝拍到中暑,即使负伤后,他依然坚持不懈拍摄。 也有一次,他接连拍摄了七个大雨夜戏,你比我更熟悉他吗? 你喜欢这样努力谦逊的肖战吗? 。